今天為你示範的是核桃燕麥豆漿 材料有以下 核桃燕麥黃豆冰糖 我們將我們所有材料洗淨之後 可以直接下到我們的果汁機裡 加入大概200cc左右的水 打的時間大概是3-5分鐘的時間 讓我們看著它稍微有點濃稠 我們再適時的加一點水下去 再稍微給它打一下讓它均勻 好 這個時候將它倒入我們的鍋內 加熱 我們會提一下 豆漿在加熱的時候 你一定要攪拌 一定要不停的攪拌 因為我們這個是沒有濾過的豆漿 它的渣會比較多一點 那在攪拌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冰糖了 我們的冰糖可以先讓它下 然後在加熱的過程中讓它融化 因為我們這道豆漿裡面 也有加著燕麥 所以它的濃稠度會比較高一點 那這時候攪拌起來你就會比較費力 好 然後這是有點糊狀的感覺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示範的 核桃燕麥豆漿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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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